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天底下又不是只有这一份工作可以干 伯伯 这是你要的那个申报文保项目的材料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 看看 谁来了 师傅 想死你了 江菲菲 你还知道回来呀 我这不是忙吗 我这一有空立即回来向您会吧会吧 瞎忙什么呢 我呀 在闹市区盘下了一个工艺美食商店 这个传统烟艺术不吃香了 能盈利吗 是在人为嘛 小康吧 你怎么不把你老婆孩子从美国接回来呀 再说吧 该不会是家里红旗不倒 外头菜气飘飘 你乱讲什么呀 这和我们家王庚有什么关系呀 好了 在这儿挨训吧 我走了啊 过来 师傅 气色真好 妈 您有新事 有新事也是因为你 这怎么了 这大早的 我没着急惹您呢 昨晚我一夜都没睡好 想来想去的 我是担心你和文迪 您到底是个艺术家 太敏感了 是不是昨天江菲菲那一通话给闹的 大师 您内心强大一点啊 不要轻易地受外界干扰 没人能干扰得了我 我这人是轻易不定规矩的 一旦定了 就必然有他的道理 当初你和文迪结婚的时候 我就说过 有了孩子 就不能轻易离婚 我记得 妈 您这规矩定点太不合理了吧 你连法律都引起离婚 你看 这个家我定个家规 不可以吗 妈 你看 说着说着真动气了 妈 我怎么决战这段时间特别焦虑 是不是因为 您的伟大的收山之座 找不着灵感而发丑啊 妈 吃完饭了 我带您去清火箱找找感觉 行吗 不去 我还有事 妈 您老说您是在清火箱出生的 怎么从来不去清火箱 吃饭 要饭堵不住你嘴吗 六两 我只要半斤 您多一两不行吗 不要 切掉吧 好吧 谢谢 哥 你干嘛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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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呃 在哪儿 怎么了 给你上一件事儿 如果 从明天开始不能保证 你每天都能吃到肉肉的话 你会不高兴吗 呃 呃 会的 为什么不能每天都吃到肉肉啊 不吃肉肉肚子会饿的 因为我没有工作了 没有工作了 在我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前 呃 在哪里省着点钱呦 行不行啊 好 好吧 来 你刚才不高兴了 你就是不高兴了 哥 我向你保证 我很快就会找到新的工作 你肯定就能吃到肉肉了 那我还能再吃肉肉吧 只要我找到新的工作 你肯定就能吃到肉肉了 那我要吃这么多肉肉可以吗 行啊 太好了 我要吃那么多肉肉 哈哈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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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文迪 妈 妈 妈 你回来怎么不打个电话呢 就是为了给你个惊喜嘛 我看看 真精神 呀 来啦 青瓜 啊 伯伯 哎 工作有门路了吧 有了 接到面试通知了 真的啊 太好了 太好了 啊 伯伯 要我帮你吗 不用了 你帮你的吧 我们这个职位啊 就是这个钱 只不需要每天做菜或加班 心虫能不能再高一点啊 要紧张给客户喝酒 我家里啊 有两个人需要我照顾 我像你这样的专科商 你心是一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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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恶心 你给我站住 唐先生 我告诉你啊 以后别再进这个家门的失礼 掉下去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追赏icus 明镜与点栏目 BOO 不达 晓晓晓晓晓 祝贺你啊 成为封面人物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怎么 没想到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刚回来啊 刚回来 你那次是说 你一回来 直接就到这来了 没有 我先回了趟家 家 你见我妈了 你怎么突然跑我家去了 作为儿媳妇 回国不回家 你妈要是知道了 她该怎么想 那你突然找到这儿来 什么意思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为了想早点见到你啊 这儿是你的福地啊 没想到 打拼了那么多年 成全你的 是这条巷子啊 唐月桥 你怎么在这儿见到你了 是啊是啊 你挺好的 挺好的 来来来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家先生王庚 他是你老公啊 真对不起 又见面了 怎么 你们认识啊 认识认识 你老公啊 人真不错 上次啊 建议勇为来着 建议勇为 文迪 我看看 哎呦 连老公都是封面人物 都是虚妙不知一提 真好 哎 叶乔你怎么样啊 老公是做什么的 孩子做大了 哎 我就那么回事 嗯 王先生 你好像对老宅子 老古董什么的 都特别在行是吧 哎 我们家有一处老宅子 就在那边 能不能帮我咕咕驾 怎么 你要卖房子呀 不是 这条巷子要拆了 咕咕驾 我心里好有个数 谁说要拆啊 拆不了 怎么拆不了啊 现在啊 好多人都知道 这儿要拆 要不然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 古董贩子 那些人啊 什么都要 就连我们家小保姆 都打起了主意 你说青果吧 对啊 可不是那种人 怎么不是 现在的小姑娘 可有心计了 你是知人知面 不知心 或者是 没想到 那么多人 都要拆了 他 都要拆了 那把伞 那把伞 这伞 我一直没舍得用 过去女儿家出嫁的时候呢 都会有这么一把伞用来辟邪 秦国呀 妈是看不到你出嫁了 就让这把伞陪着你吧 你可一定要用 别留着它 等把它用坏了 不能再用的时候 一定是有人 代替这把伞 替你折风挡雨了 明白妈的意思吗 妈 妈 怎么过来啊 伯伯 伯伯 你以前用过这样的伞吗 除了黄油布伞 也就这红油纸伞 家家都有 那时候啊 这样一下雨 那巷子里就会冒出许多这种伞来 白枪 青瓦 绿树 红伞 再加上浓浓烟雨 可真是疑紧啊 可惜了 现在不用这些了 好香啊 又能吃到妈做的饭了 真好 你吃了几年西餐了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我让你尝几根地的家乡菜 太好了 妈 还是你心疼我 黄哥 你去歇着吧 我来帮妈 不用不用 都去歇 妈 我来帮你 不用 好 我来 回来 你们俩说说话去 黄哥听话 带他过去 我自己能行 这样也能显出我的厨艺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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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喝茶还是饮料 自己倒啊 来 来 你卸了 我妈在咱们结婚的时候 定下的规矩 你是知道的 有了孩子就不许离婚对吧 真可笑 不管也没有道理 看着她是一个老人的份上 我们离婚的事情 我希望你能够配合我 隐瞒一段时代 我爸刚去世不见 我妈身体无法 我不希望她去找家书 这个你放心 我完全可以配合 那就谢谢了 儿子就拜托你好好照顾 我也希望你能找到一个 比我更让你满意的照顾 我不否认 我在美国有收获 但是我的根 病在中毒 在别人地盘上 我感受不到激情 像现在这样 整天按照别人要求画画 我都快窒息而亡 那你怎样才有激情啊 按照我的要求画画 画中国元素的东西 那我和儿子 我们不想回去 我们要留在这里 好 我不求你 那你就要留在这 过你想要的生活吧 好 别以为我离不开你的 以前我还往复成为 现在我才看明白了 像你这种幼稚固执 看不清现实的人 没有什么好前景的 来来来 吃饭吃饭 终于一家人坐在一起 吃顿团圆饭了 只可惜我那小孙子不在 妈 我敬您 千言万语都画在这杯酒了 王哥 来 来 咱们一起敬请妈 把丹妮也代表上 我们一起祝妈 事业发达 身体健康 妈 我祝您身体健康 永远永远开心 来 来 都喝一口 我祝你们两个 夫妻美满幸福和谐 祝我的小孙子丹妮 学习进步 健康成长 做父母的最希望儿女 就是平平安安的 最怕的就是他们生活不顺利 心情不快乐 你们也都是做父母的人了 老人的心思你们应该能懂的 你这次回来准备做点什么 你可是个闲不住的人啊 还是妈了解我 妈 你觉得我到基金会去工作 怎么样 我在美国这几年啊 一直做项目经营 对基金会的运作呢 也很了解 我想我能帮上她 我看不错 王刚啊 我吃完了 你慢慢吃吧 你干什么去啊 这正 正说着话呢 我去打个电话 您看她忙的 她回来就这样 来来来 咱们吃 来吧 老婆 快来快来快来 来吃点啊 你看 这是我重新给你下的面条 你看 怎么样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你想把我吃得跟你一样难看啊 来来来 吃点吧 你看 那时候文迪就在我旁边 就像个小丫鬟 没错 对对对 可是现在 没错 我怎么觉得反过来了 来来来 不伤心 来来来 吃点吧 我不吃 我就说这个像木纳鱼卷 来来来 多想 来 吃点 不想吃我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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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 你这次回来 静静怎么打算的 我希望长期留在国内发展 那您为什么不选择北上 我这样的一线城市 而选择阉龄 你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你在这儿我还能去哪儿啊 我希望我们还像以前一样 你我绑在一起共同发展 我不希望把自己的能量 浪费在别人身上 我更不希望帮你的人不是我 而是别人 可是事实证明了 我已经成了你的别人了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也知道 我最不喜欢你过去 对我那种经营方式 事实证明了 那么多年 你对我的苦苦经营 我总会让你感到满意 而你呢 总是让我觉得 非常的难受 死一时比一时嘛 你现在变得更成功了 而我也知道了自己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你大可不用担心 我们不会像从前那样不和谐 我不那么乐观 因为我还是我活想 你也还是你自己 我这次回来 一共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我要和你复婚 第二个就是 我要跟你共同奋斗 助推你的事业 也成就我的事业 실패 我们之所以离婚 是因为那几年的共同生活 结结实实地证明啦 你我不适合在一起 你有你的生存之道 我跟你说你的价值印象 你瞧不上我 我也看不怪你 你总想让我 按你的规划中来 我呢 总是在你的规划 设计中觉得别扭 甚至产生窒息的感觉 实际上 你先提出离婚 我是佩服你的 因为我觉得 你逼我有勇气 有决断 要不是你灰刀斩烂吧 我还在顾虑这 说不定呢 我们还在消耗着 彼此的生命 我们付出了 如此沉重的代价 来纠正你一个错误 为什么还要重蹈覆辙呢 我不愿意重复过去 文毕 你正是现实吧 我们不是一个道人 说白了 我们是质不同 道不合谱 那又怎样 很多夫妻并不志同道合 不也很愉快地过了一辈子吗 咱们俩拧成一股绳固然好 拧不成 拼在一起也是正能量 别忘了 我们还有儿子 文毕 你不是个普通的女人 你的意志非常强大 控制力也很强 而我呢 也要我们坚持 对于我们这样的两个人 不能志同道合 就分道量镖 至于丹尼呢 不管我们今后怎样 我想我们都会努力地 把她养育好 我真的让你 那么难以接受吗 你是不是 有了别的女人 来了 妈 这是一套新洗的床单 你换什么 给我吧 给我吧 王庚 放回时间呢 妈 文迪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 也累了 你们早点休息吧 谢谢妈 你也早点休息 好 我换上 王庚 你帮帮我呀 妈 哥 你过来 干什么呀 你今天啊 拿这个画画 我不 我要拿纸画 这个多好啊 你看啊 你在这上面画画 画坏了的话呢 你就拿这个 使这个一擦 就可以重新再画了 不 我还是要拿纸画 这个不好 家里没纸了 伯伯家有纸啊 今天不去伯伯呢 为什么不去伯伯呢 伯伯有事不在家 你不是有钥匙吗 钥匙被我弄丢了 哎呀我要去伯伯家 我就要去伯伯家 我要去伯伯家 哥 我要去伯伯家 你听不听我的话呀 我 听不听 听 你乖点 在家里好好画画 我出去一趟一会就回来 你要是有什么事 就到隔壁去找阿婆 听到了吗 嗯 我走了 我也去 不是跟你说了吗 让你在家里待着 我出去找工作去 我要是找到工作 就能挣钱 挣了钱我就能给你 买好多肉肉吃 还有好多画画的东西 行行 那 那你快去吧 那你乖点 乖点 你快去吧 幸福再见 好嘞 谢谢啊 阿信王 谁的 王庚的 海归同学会的周年晚会请柬 你怎么给他拆开了 哦 我在美国都习惯了 他的新件什么的 都是我在处理 哦 对了 妈 咱这上面写的 要携带夫人或者先生 你陪着去呀 是啊 真的挺巧的 刚回来 就碰到这样的聚会 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啊 认识认识人 伯伯 我来吧 你脸色不好啊 是不是面试不顺利呢 没有 挺顺利的 可能是这一路上走累了 累了你就去歇会吧 哎 哎 大宝怎么没来 我上午着急去面试 就没来得及把他送过来 这不面试完了 我就直接过来了 哎呀 你这孩子要真是的 怎么能让大宝一个人在家里呢 哎呀 伯伯你放心吧 我托邻居阿婆照顾他 不会有事的 嗯 金光 以后别人说什么 你别去管他 你那还是让大宝住我这儿吧 见不到大宝 我心里空荡荡 行伯伯 明天我就把我哥送过来 阿婆 你看这都多大的人了呀 哦 对不起 对不起啊 你说这书还怎么用啊 阿婆 给你再买一本啊 阿婆 给你再买一本啊 你以后不要再让我看这大宝了 我可看不住他呀 你看今天在人家小孩子本子上画画 画得乱七八糟的 都没办法用了 他右手推我儿子 他块头多大 我儿子块头多大呀 这要一下磕到石头上 磕破脑袋可怎么办呀 谁呀你在这上面发画的 打您说对不起啊 对不起 阿姨 对不起啊 你看这样行吗 我重新再买一本 小朋友 对不起啊 那大哥哥伤着你了吗 这次没伤到 那下一次呢 下一次就保不及了呀 哎呀 这次也怪我 没有看好大宝 清果这小姑娘带着这么一个哥哥也挺不容易的 你大人有大量 这次又算了吧 算了啊 算了算了 书本我自己去买 我只是提醒你 你是他的监护人 你可得把他看好了 别让他出来闯祸 阿姨 对不起了 对不起 伯伯 真不好意思啊 给你添麻烦了 什么都别多说了 快带大宝回家吃饭吧 肚子饿了 你回去吃饭吧 大宝再见啊 再见 疼吗 疼 还知道疼啊 长记性了吗 不饿了 清果 我想吃肉肉 还好意思吃饭啊 你站着干嘛呀 你站着干嘛呀 这不给你带了吗 清 清果 清果 哥 过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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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过来 过来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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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 哎呀 以上讲的是社会 下面我们看人和动物的比较 我去过很多次非洲看动物 我们总说人优于动物 人在某些时 怎么跟念经一样的 这 这不是文学作品 读不出单情来 那清果 怎么就能读得出来 算了 接人家吧 哥 哥 你怎么有工夫到我这儿来了 欢欣一下你呗 谁让你老婆来看我呢 哥 就别兜圈子了 你肯定是有事求我 让我猜猜看啊 是清果的事吧 你想让清果回去 真是知兄莫如妹啊 来 我是真不怕你笑话 清果座位的秘书 已经这么多年了 是我最称性 最顺手的一个 我真还有点 舍不得她 可是这个姑娘非常倔强 一旦决定的事情 很难回头 这我知道 所以我就来找你啊 你是温柔和都要帮我试试 帮你问没有问题 可是据我判断 希望几乎为零 王哥 你看我穿这个漂亮吗 挺好 你看都没看 怎么知道挺好啊 我画给你看看啊 你干嘛非要去啊 你这样有意思吗 有没有意思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有意义 通常像这样的聚会 都是打通人脉的 最好机会 文迪啊 虽然咱们离婚的事 密而不宣 但这毕竟是事实 你说你这样跟我去了 不是把很多事情 搞得越来越复杂 我要是不去 你妈才会觉得奇怪呢 人人明天明邀请了配偶 不要是不去 她会怀疑我们之间有问题 人家说是欢迎携带配偶 没有说是非得携带配偶 要不然你瞎起劲 我妈怎么知道 什么带不带夫人的事 看你是诚心的吧 我有个同学 是咱们严林海归同学会的理师 最近他们要搞个活动 需要一个主持人 我觉得挺合适的 而且他们报酬还不低呢 我做不了这个 你没问题的 形象好普通话也标准 我记得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你也主持过类似的活动啊 你给我说实话吧 是不你特意为我找的活 哎 工作的事还没着落吧 要不然 你还是去我哥那儿工作吧 我跟他说说 你千万别啊 我既然选择离开那儿了 哪能出尔反尔再回去啊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不过难得你有这份自尊心 也不完全是自尊心的缘故 还有立场的缘故吧 哎 你说 你是不是对王更有感觉 你想哪儿去了 别脸红啊 我的指尖很准的 哎 能不能不说这些啊 好 不说这个了 刚才的事就这么定了啊 行 对了 庄少妍来找过我 庄少妍找过你啊 你知道吗 她是因为你才来找我 因为我什么事啊 她想让我跟我哥说说 让你复职 她纯属瞎操心 她可真不是瞎操心 她对你可是一片真情 难得 你就从来没有对她冯属心了 庄少妍 庄少妍这个人 其实还不错 总之我对她从来就没有那方面的感觉 其实她这种人我挺理解的 不想拥拥落落过一生 想要有自己的事业 可是自身的条件并不优越 想要成功 那就只有靠自我奋斗 只有靠积极的争取和努力把握机会 不 美音姐 好像你对她挺关心的呀 刚才那个活动的事就这么定了啊 他们会把相关的毕竟资料 还有你的主持人串词准备好 你好好准备一下啊 妈 您还记得上次我跟您说基金会的事吗 记得呀 怎么了 王庚啊她不同意 为什么 她说她怕把公事和私事搅合在一起 她说的也有道理 两口子在一个单位是不合适 容易把生活中的矛盾带着单位去 其实呀 工作啊是次要的 最主要的是我想去帮她 她根本就不是一个经营性的人才 如果我去帮她 不仅可以改善基金会的现状 还可以让她把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画画中去 毕竟她是个画家嘛 基金会啊只是个副业 如果她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来 那对我们这个家 对她自己 对孩子 还有对基金会 这都是个好事啊 您说是不是 说得对 就按你说的办 不过 那基金会 您说我做什么工作 好呢 这我就不懂了 你们俩商量了 有一个位置很合适 不过呢 什么位置 秘书长 您好 麻烦您按照这个要求 给我印一盒名片 好的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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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